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偷刀 我現在在台北市這裡 然後它這邊是非常多的金融大樓 非常非常多的辦公大樓在這邊 但是在這些高樓大廈伶俐的地方 這邊竟然有一間 我覺得價格低得有點誇張的吃到飽 所以我想說今天我來開箱給各位看一下 在台北市這種精華區的吃到飽 有烤肉 火鍋 自助吧 這樣一餐299 只不過這家在台北市這種熱鬧的地方 它吃一餐299還可以吃到飽的蒙古烤肉 不知道會是怎麼樣子 那等一下我就進去體驗看看吧 GO tuh 不是 反正 故事 為什麼 從此 OK啦各位,我已經就座了 剛剛我先去了解一下這邊的環境了 我個人是覺得說如果是今天以不分時段299元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耶 那我們去拿點東西來吃吧 他這邊蒙古烤肉是要自己夾肉夾菜 還有自己淋醬的感覺還蠻新奇的 青菜 一點點洋蔥 一點點洋蔥 牛肉 雞肉 全部都來好了 全部都來好了 再麻煩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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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OK啦各位 我刚刚去拿了他这边的火锅料肉片 还有蒙古烤肉 然后店家这边他有提供泡菜 等等可以把它丢到火锅里面煮 这样就变成泡菜火锅了 对各位还有别忘了 这种泄肉棒不知道你们会剥他的塑胶纸下去煮 还是直接就连着塑胶纸丢下去煮呢 这泡菜是台式辣泡菜 我觉得可以耶 那终于来到今天主角的部分了 我们一开始就直接从主角吃起来了 看一下满满的干辣椒 这个好吃耶 这个好吃耶 然后它的火候又把酱汁完整的逼到肉里面 酱汁的香味会在你嘴巴里散开来 好酱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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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这个鸡肉片 这个鸡肉片搭上凤梨 还蛮好吃的耶 那接下来的鸡肉片 这鸡肉片是蒸鸡肉蛋 味道炒鸡肉丝 那接下来也来涮一下肉片吧 这鸡肉片是蒸鸡肉丝 這鍋肉片它有提供牛豬雞的肉片 水蕊 接下來等雞肉片放涼之前 我們再算一下豬肉還有牛肉吧 來吧 水蕊 泡菜雞肉片 感覺這個雞肉片用火鍋燙 比剛剛用蒙古烤肉當時好很多耶 整體吃起來更加軟嫩 唉 唉 是 好 牛肉片 果然素A有专攻 我觉得这个牛肉片 刚好就可以配我刚刚拿的酱 我感觉它这个麻辣酱 等等应该蛮适合加到这个火锅里面的 这个麻辣酱 它赋予了这个牛肉片不一样的新世界 猪肉片 猪肉片 好烦喔 我刚刚吃到太旺了 所以我吃到忘记它是刚刚捞起来的肉 天哪 给你看一下还在冒烟 它这猪肉片本身就有肉片的香气了 它不像刚刚吃到的火锅煮牛肉 整体吃起来就是吃不到牛肉该有肉味啊 反而是这个猪肉吃起来有一股猪肉的清香 这是好吃的猪肉 是否蒸太久了 整个都干掉了 嗯 嗯 再吃吃看 冻豆腐鸭血 感觉这个鸭血跟冻豆腐吃起来就是中规中矩的耶 那第一轮已经吃完了 我们再去拿第二轮的料理吧 珍珠 奶茶 加一点冰 满满满的牛肉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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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了 谢谢 炸丸子 炒豆腐 青菜不要 泰式小菜 腌番茄 炒豆腐 OK的各位,我剛剛有去拿它這邊 似乎很有名的珍珠奶茶 恩 恩 是那種必須用電鍋去蒸出來的傳統珍珠 我覺得吃起來是非常在地味 這是我剛剛有拿一整盤的雞肉片 因為我還蠻喜歡這個東西的 雖然說這種東西可能是組的 剛好就是對中我的胃啦 然後剛剛我有拿了麻辣醬 就想說它這個醬很適合煮麻辣鍋耶 一瞬間整個清湯的顏色都變濃郁耶 這個醬真的可以煮下去當麻辣鍋耶 今天這個價位不收服務費 就可以吃到蒙古烤肉還有吃到泡菜鍋 又麻辣鍋 整體來說我現在吃到一半就覺得 這家店開在台北市真的沒問題嗎 那在等肉片滾之前啊 先來吃一下我剛剛弄的蒙古烤肉 這次我拿豬肉了啦 感覺這個梅花肉片比較適合用火鍋煮啊 它炒這個蒙古烤肉的話吃起來會比較燒硬一點 我們就在旁邊吃了 9分 C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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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真的很好吃 刚刚这次住坝的地方 我有拿一些我觉得比较有兴趣的东西 最特别的是旁边还有这种浓汤 它这个奶油味好重哦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感觉很解腻耶 接下来吃吃看凉拌洋葱 这个凉拌洋葱整体吃起来就是带骨微辣的酸甜味 非常的态势 这个应该是豆腐吧 各位这个炸丸子里面是包芋泥馅耶 整体来说吃起来香香甜甜的 好吃耶 那接下来我们用麻辣糖来蒜豆片吧 来吧吹下去 然后猪肉煮这边 那这等它们煮好之前我们先来吃鸡肉吧 这边吃鸡肉吧 吃鸡肉吧 我早点吃鸡肉 脐肉 我自己吃鸡肉 د鸡肉 各位啊,我們今天吃一吃已經經過75分鐘了 我就覺得說今天用餐費用是299 但是說他的用餐時間只有90分鐘啊 這一點我就覺得說用餐起來會比較沖醋啊 火鍋裡的肉片全都在眼前了 只不過他剛剛那個麻辣醬去煮出來的火鍋感覺好像很厲害耶 你看,連尋味棒上面都沾滿滿的麻辣醬耶 它這個火鍋料品質是好的耶 通常就是營業用的火鍋料都是製程比較差的 用料也比較不好 可是這個尋味棒還有灌完吃起來是 比較好的耶 我覺得這個小細節真的是讓人很驚豔耶 還有拿這種凍豆腐煮麻辣醬 這個豆腐裡面也吸了滿滿的辣油耶 沒有想到這個尾聲才發現 它這個麻辣鍋 它已經超越它這邊招牌泡菜鍋了 現在吃一吃已經快要兩點了耶 那等一下我們把這個豬肉片吃完 看看能不能再去吃一些什麼甜點好了 因為等一下他們要休息了 吃完呢 各位讓他們把握最後的幾分鐘 去吃一些甜點吧 哇各位啊,結果我來的太晚了 他們已經收拾掉了 OK啦各位,我現在已經在外面了啦 然後我周圍一公尺 完全沒有任何一個人 我有保持社交距離 在這種商辦林立的地方 沒有想到它竟然有299元 不加服務費讓你吃到飽的餐廳 然後我有詢問一下店家 為什麼他們可以做這種價格吃到飽 因為剛好適逢疫情的到來 老闆他只是想要讓這邊的水店人士之處 剛好打停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 能吃到這種東西 這個價格我也是服了它 雖然說今天我也是給它吃了超過90分鐘 他們都沒有來趕我 而是直到想要去吃甜點的時候 我才發現他們已經打烊了 只是剛開始我吃第一輪的時候 有點不自在 是因為老闆他就坐在我對面的那一桌 看著我這邊 看著我吃東西 其實我那時候心裡也是吃了 壓力三大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